全都是配搭好的 包括皮鞋 我们穿上了以后 我们觉得整个的人变了一个样 我发现我童年 我所有在梦里梦到自己最好 最漂亮的服装和自己的状态 就是在镜子前面呈现的 这个海蓝色的服装 1981年 长安街边的北京饭店 迎来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 第一场时装表演 也迎来了新中国第一代时装模特 30年前的时装模特 在今天看来 也许显得有些土气扭捏 但爱美之心却给了他们勇气 让他们在一片灰黑蓝中 亮出青春中国的颜色 此后龚海滨再也没有离开 时尚这个行业 1985年龚海滨转行 从事职业时装模特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1986年 他组建了广东第一支模特队 此后一直居住在远离首都的岭南 1992年 一个老人也从北京辗转来到这里 那年初春 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 来到广东上海等地视察 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 冲破了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 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 为思想再次解放 指明了路径 此后 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连续每年 两位数增长的高速发展期 中国人在百多年的痛苦摸索后 终于走上了国家复兴的道路 1992年 在监督修建了十家星级酒店 参与经营了七家酒店后 65岁的侯西九 光荣地从旅游管理岗位上退休 1993年 王府井百货开始股份制改造 1994年挂牌上市 新中国第一店走入了资本市场 1993年 北京市成立了王府井大街改造规划办公室 对这条百年商业街 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造 同样在1993年 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提出了北京商务中心区的建设构想 2000年8月 总占地面积3.99平方公里的商务中心区 在长安街东延长县 大北窑地区正式启动 在首都原先的规划中 这一地区是厂房密布的工业区 为了实现新的规划 这些工厂面临着整体拆迁的繁重任务 成立于1949年的北京第一机床厂 为了配合整体改造 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艰苦搬迁 离开工作了45年的老长址 员工们练练不舍 尤其让人撕心裂肺的是 师傅们亲手拆迁了 我们天天触触摸的这些设备 离开大北窑这个地区 从感情上讲是恋恋不舍的 有些员工今天还住在北京城里 可以说经常经过我们厂原来的地方 我们不住在城里的 也进城的时候也会突经这儿 总是忍不住的偏过头去 非常留恋的去看 看到原来的大北窑建设的这么美丽 我们从内心里感到骄傲 因为这里边包含着我们北一 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今天 这家搬迁到北京顺义区新纸的工厂 依然活力充沛 2009年6月 北一机床厂迎来了自己的60周年大庆 对于所有北一人来说 一个甲子的得道和失去奋斗与付出 已经让他们和这个大家庭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这家搬迁到北京顺义区新纸的工厂 他必知道你心中的每个降落 天秘密的梦 谁都不会错过 祝云在今天 照白几时刻 北一离开的地方 今天已经初步建成规模宏大的城市商务中心区 这里聚集了一万五千多家企业和机构 北京百分之六十的外资机构 一半以上的五星级饭店 每年为国家创造三千亿元以上的产值 2009年5月 北京市批准商务中心区东扩方案 长安街东部的万家灯火 又会向远方延伸 穿梭的车流之中 东街的故事 或许刚刚开始 我会向远方的年轻较 同事 男人的年轻较 全cak雨 全cak雨 戏 多少思念 留在树梢头 春夏秋冬 看了那么久 看来看去 都是好时候 一只鸡鸡腰 吵了那么久 走过一生 还是没吵过 能被戏都 看了那么久 回到这里 正是好时候 水流水流 时光 运气不回头 水流水流 你在哪个家门口 你看天上 都在打场 你永远在走 回来吧 回来吧 正是时候 回来吧 回来吧 正是时候 回来吧 回来吧 感谢观看